无意廉价即将到来 疫情指挥中心推出了旅游热点警示APP 引发生意和讨论 指挥中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了 红灯是可以维持安全社交距离的最大人流量 并且表示被标示出来的区域 不代表是危险区域 红灯 黄灯 绿灯 基本上红灯是在一个可以维持社交距离的 这样的一个警戒的状况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潮的数量 人流的部分是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做设计 红灯不是已经到 人都已经满满的才到红灯 而是红灯是在一个安全 可以维持社交距离的这样一个 人流的状况 这些被标示出来是好玩好吃好看的地方 那并不表示它就是一个危险区域 然后把它再做进一步的有这所谓的绿黄灯 是跟大家提醒说这个时候 那个地点它拥挤的情况 另外针对边境管制呢 陈时中表示不会突然全面开放 这样干扰因素相对多 会现在能控制的范围内开放 并以重要经贸活动为优先 因为关系到台湾的整体经济 另外内需型的开放呢 会先从台湾内部开放 把外部因素减到最少 让内部运作看看 再从能够遵守社交距离 有戴口罩习惯的地方 逐步的往下走 在住人找回房 开放 在住人站里面 第一个人 但是安全地 谢谢观看